我姓蔡 叫佳蓉 我是台南人 目前就讀於蘇德科技大學的內性學研究所 性教育是比較屬於全人類的 包含一些人類的發展 可能你的家庭的關係 可是我在這個學習過程中 其實幫助我最大其實是在 我跟媽媽的關係之間的改善 就是我有兩門課 一個是婚姻家庭動力學跟家庭治療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提到說 每個人在家裡面都會有自己的動力 就是你可能每個人角色分工啊 爸爸媽媽在家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漸漸理解說為什麼媽媽會這樣 或是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事情 為什麼她會這樣子 以及我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又來了 我是排行老大 然後下面有兩個妹妹跟最小的就是弟弟 那我們家就是還蠻傳統的一個家庭 就是從手足的排序就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三個女兒之後之後 最後有一個兒子這樣子 在這種傳統家庭裡面 我就會從小就觀察到說 生兒育女啊 傳承相伙的這種傳統觀念 對我來講就是 從小就一直有這個感覺 就是為什麼特別 對生兒子之後的媽媽的待遇 是不一樣的 對 弟弟就是家裡面的寶 沒有那麼誇張啊 但是就是有弟弟真的不一樣 因為傳統的家庭就是 重男輕女很嚴重 今天早上的時候還跟我妹 就是突然間討論到就是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都會在 我跟我妹一起上學 可是因為我媽媽是那種 動作比較慢的人 她對於時間觀念比較不好的 所以我小學的時候 幾乎是天天都是遲到 這個部分有影響到我 對於時間的焦慮 應該是說有點像是 小時候的一個創傷 所以我會對於時間 就會很敏感 對自己的工作 會有一些壓力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我想要在時間內完成 所以我想要很快速的 完成這些工作 我不想要被人家覺得說 我持交 或是我的工作效率不好 然後我想要獲得一個什麼肯定 這樣子 所以說我給自己的壓力也是滿大的 我們今天就是來參拜的廟叫做林水夫人廟 它主要就是在保佑婦女跟兒童的一個廟宇 那有時候我媽會很在意這種很習俗這樣的東西 就會跟我的價值觀會有一點衝突 就例如說女生驚奇的時候 不能到廟裡面也不能拿香啊 在這個社會上很多對女性都有一些壓迫 我價值上的我覺得很不認同 我們不一定要跟隨著這個價值觀去走 例如說結婚生小孩 那雖然說我兩個妹妹都有 我沒有覺得說他們這樣不好 而是說我自己覺得說結婚生小孩會壓迫到我自己覺得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跟隨著這個他們覺得人生必走的路去走這樣子 我覺得每一段感情被家庭影響我覺得只有一任 跟媽媽就是關係最緊張的時候 我很想要逃離家庭 就覺得我不想要住在家裡 那時候就會很想要跟那一任男朋友就是結婚 然後就想說自組一個自己的家庭 就不想要待在家裡面跟媽媽 就一天到晚就好像常常吵架這樣子 可是後來還是分手了 跟他分手之後 以及加上念這個研究所之後 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一直在問自己很多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是個從小到大很愛問問題的人 不會想要找到真相或答案 所以我就會問自己說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身心適合我覺得應該是長期累積 只是這兩年可能又更密集 課業的話也是因為有寫論文的壓力 然後也是要在時間內完成必須完成的工作 很多東西都感覺就是都有時間上的壓力 其實我最近很想要就是按下一個暫停鍵 讓自己好好先把這一切先放下來先休息 然後想要去更認識自己 因為我家就在安平嘛 離光島真的很近 就是騎個摩托車過去就五分鐘 然後我會選擇在就是人少的時間 可能就是晚上的時候比較安靜的時候 去那邊就是聽著海浪一波一波的打來 然後就聽著自然的就放空的聲音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說這個過程很好 因為這個過程也許可以幫助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 關於女性啊她們對於自己成長的里程 會有一些幫助這樣子 當初我也想要念心理學研究所 是因為受到那個林毅涵事件的印象 那因為我跟她同樣都是台南女中畢業的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很容易有點想到說 會不會其實我的同學們 也有可能有些人有受到這樣子的不好的經歷 報道出來的時候也有發現到說 爸媽其實家裡環境很好爸爸是名醫 可是對於性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她也不敢去跟女兒 或是家裡面的人討論的 甚至還有一些對於女性比較負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是家庭教育也很重要 比較說我們家裡是很傳統 可是其實性教育我爸媽是沒有在教的 就我媽來講的話 我有一個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我小時候還沒有正式來月經的時候 就是有一陣子我媽就是她自己有來月經 然後我就會看到說 欸為什麼我們家的垃圾桶裡面 學的那個衛生棉很多 然後我原媽媽怎麼了 然後我就問媽媽那是什麼的時候 她就是也沒有跟我解釋說那是月經還是什麼 就是她其實對這種事情也是蠻避而不談的 跟我們東方沒這個針對於性 在性治療過程中其中有一個引導個案他們去練習的 那這個感血機中治療可能有一些方式 在這邊就是他們實際實務上會運用得到的一些主題 就是變成我們的作業 然後隔天再來做探討練習 以後我們遇到個案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跟他們做這些引導 現在很多的網紅啊會有一些影片啊 就講很多約炮啊或是什麼什麼性行為 什麼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們在性的裡面 其實很多其實是要認識自己探索自己 找到一個對的親密的伴侶 才能夠去享受這個性 願不願意跟一個人建立長久的關係 那這可能跟你的家庭 或是跟你的個性有關 就是我們的那個性交易應該是要更廣的 去探索自己 我覺得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說媽媽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從小到大對媽媽有很多不好的回憶 我自己的發現是我想要得到媽媽的愛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我跟媽媽之間有很多的衝突 會讓我自己覺得我沒有被媽媽愛 那它對我很重要的原則 因為它也讓我反思了說傳統價值 跟現在我想要做的事情 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去相對應 我覺得為什麼女生永遠都是只能擔任結婚生孩子 然後或者是家庭主婦的角色 它也可以就是經濟自主獨立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